藍紅鄉間的舞龍舞獅 在板燈上跳躍 變換各種特技 舞龍的兩位選手 還需要配合彼此步伐 轉換方向 高難度表演 讓人難以想像 這些選手詮釋國中生 這是雲林北港政建國國中 今年剛成立的鳳獅團 才剛成軍一個多月 就在全國民俗體育競賽上 拿下五項特優 為了這項殊榮 有的成員不僅膝蓋瘀青 還有的連手指都磨破 很痛 所以還是要忍著 對 如果痛得受不了怎麼辦 痛得受不了就是 就先不要用它就這樣子 就是不要用它 然後用其他手在那邊舞 有流血嗎 有啊 有 就是還是有流血過 會痛嗎 當然會啊 很痛 所以要忍著 要忍著去 把比賽表演完 對 當時距離比賽日期不遠 時間緊迫 不過同學只能平民練習 除了放學後 下課時間也不放過 但柯南的考驗不止如此 因為直到報名前 團隊內的器材和服裝 都還沒有著落 我們連一條褲子都是借來的 從國小借來的褲子 太跌不穿了 所以其實費勁了很多心血 才想辦法借上褲子 教練最後只能向臨近國小商界 暫時解決導致的問題 學生們面對這些困境 沒有怨言反到越挫越勇 不管是瞪下翻 單手翻 超高難度表演 最考驗手腳靈活度和平衡感 靠著這些朝鮮技巧 才順利稱霸全國 拿下五冠王榮耀 三連新聞 廖宇德 市議會聲明好 雲林採訪報導